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读一个庄子预言,昆蓬之变。 它飞的时候,击起海浪三千里,飞上九万里高空,一飞就是六个月。 凭借风力,这是庄子著名的开篇预言,庄子是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之一。 昆在辽阔的海里游,彭依靠大风飞上辽阔的天空,做大事需要大舞台。 现在,我们再来读一遍。 昆蓬之变 北海有一条鱼,叫昆,有几千里长。 昆变成鸟,叫蓬,有几千里宽。 蓬奋起而飞,翅膀像天上的云,乘着海上的风,飞向南海。 它飞的时候,击起海浪三千里,飞上九万里高空,一飞就是六个月。